防疫降為二級 一蘭縣決定8月3日開放餐飲業內用 不過防疫仍不能鬆懈 縣府將加強派員查核 所有現場設作的餐飲業者 若查獲違規審視 將依傳染病防治法 除以3000元以上 15000元以下的罰還 我們有防疫期間 我們會有罰則 所以我們一定要遵守 希望為大家的健康一定要遵守 這裡面也是按照傳染病防治法 所以我們現在是用加強 在這個我們還沒開放公用之前 我們加強宣導 因為一旦開始的話 相關的話如果違反相關法 規定是有相關的法則 所以我們還是一起努力 讓我們做得更好 如果今天沒辦法做好的話 那他還是只能怪待 而若宜蘭縣在出現確診個案 是否會再取消內用 對此衛生局長表示 會詳細來進行疫調 消除病毒擴大 而取消內用的標準 將依照中央的規定來辦理 萬一有沒有確診個案 每一個個案都必須經過嚴格的疫情調查 找出他的感染源 再評估他對於整個宜蘭縣的影響 那多少個案其實中央都已經有規定 幾個不明原因的個案 幾個他有不同的期別 中央其實是有規定的 但是我們還是回歸到這一點 過去幾個禮拜 少數的幾個零星的確診個案 的確是從外線是來的 那未來可能這個形態我們還會持續 我們會主動的找出可能的個案 找出他感染源 加以徹底的治療包圍 同時呢將這些感染源 全部予以消滅掉 來保護民進來的安全 縣府呼籲業者務必不能鬆懈 不要以身釋法 一般民眾需要遵守外食用餐的原則 防疫從你我來做起 民眾如有餐飲業開放內用 以及食品安全的衛生問題 請撥打食品藥物管理科專線電話來洽詢 宜蘭新聞記者石世銘採訪報導